- 又不是老薇 - 又不是老薇 - 好像冬天真的要來了齁 - 又不是老薇 - 所以現在大家應該比較會 - 比較多時間都窩在家裡玩模型 - 好啦 那你們有沒有看 - 這一季最新的創鬥的卡通呢 - 老薇老實說沒有看 - 上一季的那個前網就已經看不太下去了 - 然後這一季是連看都就是沒有那個動力啦 - 所以呢 但是因為畢竟這是新品嘛 - 然後加上大家都知道之前老薇說 - 啊 真的是11月沒什麼東西可以拍 - 好 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這支MU- 吉翁鋼彈吧 - 呃 老薇一看他就是 - 嗯 好像是MU鋼彈 - 問你為什麼是紅色的呢 - 呃 做了一下空殼 - 原來發現是MU鋼彈跟沙沙比合體了 - 所以就變成紅色的MU鋼彈 - 然後再加上 嗯 聽說他的大絕招非常厲害 -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開板件就好啦 - 可以看到他的盒子啊 - 然後他站的姿勢真的是非常的特別啦 - 我只能這樣講就是 - 不喜歡他這個站的姿勢 - 就是感覺很挑白的樣子 - 說他可以做到MU的浮游泡以外 - 喔 就是還有一把超級大的劍 - 然後這把超級大的劍好像還有 - 後面好像還會單獨賣吧 - 好 反正盒子外面蠻漂亮的 - 那我們趕快就來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- 哇 可以看到板件還蠻多的 - HG 來講的話 其實這支售價其實算不便宜耶 - 三千一百塊錢日幣的商品 - 其實還算蠻貴 因為 - 首先我們來看的就是浮游泡的板件啦 - 可以看到他這次的紅色啊 - 呃 它還有...就是它裡面還有另外一個紅色 - 是一個深紅色 - 所以它總共會有兩種紅色 - 幾個MU的泡 - 該不會就是... - 最近RG的MU鋼彈不是有出那個... - 就是魂商店的那個浮游泡另外賣嗎 - 說哇 萬代會不會很正拿 - 它的同樣的模具來弄呢 - 看了一下MU鋼彈的板件啊 - 再看一下這個 - 嗯 真的非常的不一樣 - 想著想著就覺得說 - 最近那個浮游泡不是很缺貨嗎 - 想說欸 它這邊有這麼多幾根光殺這幾個就值得啦 - 它居然是全部都黏死 - 所以你沒辦法用 - 然後再來就是講這個黃色這個部分啊 - 它這次的黃 - 呃 就是跟它的封面的黃非常不一樣 - 就是可以看一下它黃全部都是一個顏色 - 就是... - 我不會形容這個是什麼顏色欸 - 因為我已經... - 對萬代的各種黃其實已經有非常多的問號 - 所以我就拿了很多的黃色來做了一下比較 - 這個黃呢 是老威明天要開箱的那個... - 這個月到的三國 - 感覺一下 - 你有沒有覺得三國的黃好像比較亮一點 - 那... - 它這個MU... - MU級翁鋼彈的黃色就是比較暗 - 我也覺得目前的勇者王的黃色應該是我覺得最漂亮的黃色 - 呃... 然後我們來對比一下 - 你有覺得還是有落差你知道嗎 - 所以我很納悶說 - 明明就是同一種黃色 -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萬代老師會去選一個最奇怪的顏色來做為... - 是因為成本的關係嗎 - 就我也不知道啦 - 如果有人知道可以告訴我一下 - 因為明明封面這邊感覺就像金色的 - 對 但是它那麼多種黃色 - 它就偏偏要選... - 這種黃色 - 我也是真的是很納悶啊 - 老威今天就開箱到這邊啦 - 如果有興趣的話 - 現在很多店面應該都有在賣這一隻喔 - 應該不是那麼的搶手 - 因為大家都去搶另外一隻那個女武神了 - 老威這個禮拜也會去開箱女武神 - 好啦我們下集再見了 掰掰 -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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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